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曾经有一本杂志 评选过八九十年代 中国十大刑事案件 这个十大刑事案件 既然能够在全国范围产生巨大影响 往往是团伙作案 最少的也一般都是两个人 像我们大家熟知的东北二王事件 王总委 王总法 可是在这个十大刑事案件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 排名第四 这个案件就叫魏震海案件 这个案件整个涉及的人虽然挺多 可是这个主犯身犯11条人命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抢劫 杀人 伤害 买卖枪支 贩毒 几乎是无恶不作 一个人身上负有11条人命的血案 这个人物那可就不一般了 这个魏震海外号叫小黑 是西安有名的黑社会老大 据说当年他逃避警察追捕的时候 到了云南 云南几个有名的黑社会老大 都是大毒品贩子 大毒销 都亲自去迎接他 那么这个魏震海是何许人也 他有多大的能耐 能够犯下这么大的事 其中最为传奇的是 他第一次被判死刑的时候 居然越狱逃脱 而且跑了两年多以后 被抓到 又一次被判死刑 1990年3月8号 当时西安市人民法院 判主他死刑 就地抢决 其中有一条 就是这个越狱罪名 死刑犯 借被分岩的监狱 魏震海居然能逃走 这个说明这个人不一般 咱们今天呢 就好好说说 这个魏震海案件里边的 诸多奥妙和不为人知的内情 刚才我说魏震海呢 道上那名叫小黑 他本来不是西安人 他是山东人 小时候全家呢 迁到西安 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头呢 应该说有的人 签过过程当中 也没有在西安办户口 用当时的话来说呢 就是盲流 他家里头八个兄弟姐妹 条件也挺差 搬了之后住在哪呢 住在西安市道北这个地方 一说道北呢 咱们有西安市的朋友能知道 这个地方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过去天均的三宝馆 相当于长春的东安屯 什么意思呢 外来人口特别多 鱼龙混杂 我们知道为什么 咱们的警察部门 是希望户口统计各个方面能完善 一个萝卜一个坑 真出点什么事啊 好找线索 警察最头疼的是什么呢 就是外地人鱼龙混杂 住这个地方 谁来住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哪来的 干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西安这道北是哪呢 咱们都知道 中国东西交通大东脉 叫龙海线 龙海线经过西安 这个铁路主干线 在这个主干线的北边 这么西安市 这个铁道线北边 称为道北 这就是什么 二马路啊 太华路啊 自强路啊 这么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 鱼龙混杂 当时魏智海一讲 就住在这 结果正是这种环境 造就了魏智海 不大点 不好好读书就打架 而且手黑的厉害 你还管得着小黑 我估计从这上起的 心黑手辣 手黑心也黑 在这个地方 魏智海学了一些 溜溜溜溜溜的东西 自小就打架 他16岁那年 跟一帮伙伴 想进一个学校里头 是偷东西还是打架去 把门的老头没让进去 这魏智海凶残到什么时候 拿着砍刀 砍了老头击斗 把老头砍成重伤 结果他当时16岁年纪 就被判了五年 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 别的人可能认真改造 痛改前非 魏智海不是 在监狱里增加了 他对这个社会的仇恨 你看着我有照一日 我出去 咬牙切齿的 五年之后 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魏智海就在外面 就有了号了 在西安当地 就组织了一些小流氓 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 老头 钱交出来 那是 接连干了几件大案 从85年开始 魏智海小黑的名号 魏智西安 老百姓都把他当作 这是个大祸 生活环境造成了魏智海 冷酷血腥的性格 在监狱的五年 更是让他凶残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么出狱后的魏智海 究竟做出哪些 灭绝人性的事情 犯下哪些滔天大罪 他这些案子呢 大多数呢 是抢劫 就是说直接抢钱 有时候是偷 偷不成就该抢 其中比较集中的 几个方案时间 是在86年10月份 当时86年10月份 魏智海犯了个什么案子 他到这个西安 有个小寨路 这附近有个居民小区 他到这小区里偷东 把人家这个门呢 遍开了 遍开之后呢 里边搁棍子顶上 在屋里翻箱倒过 偷东 正敢这时候 这个女主人回家 怎么这门没上锁呢 一推还没推开 再使劲哭通 把这门推开了 魏智海在屋里 听说有人出来了 魏智海什么办相 你想不到 带个警察的大大帽 对这女的说 我们是公安局的 一男人犯了事 我们是来收下三五的 趁着女主人 趁着女主人一愣神工作 向下把这女的水舞 啪啪啪 连捅锁找 给捅死人 捅死人了 在屋里继续找东西 结果邻居有个孕妇 到她家窗门来 一进门看着 就大叫一声 哎呀不得了了 魏智海的身上有枪 啪就一枪 打孕妇倒了 当场去 结果这个事 震动了整个西安 西安的刑警 开始抓魏智海 还没等说找到线索来 魏智海又在别的地方发 把兄妹俩都给打伤了 而且往处跑的时候 围观的群众有帮着追的 魏智海掏出枪 对着群众就开枪 非常嚣张 接下来呢 他又在西安北交犯牙子 把人给杀了 还碎尸了 连伤三条人命 结果这个事 轰动了整个西安 你想想 出了西安 出了这么一号人 老百姓能不害怕 这万一哪天 抢到你家门上 你可怎么办 所以当时 这个西安的刑警很头疼 破案的压力很大 魏智海 他又律律作案 律收大吉 不是灰盖 这个家伙 既凶残 又教化 他知名不凡 但是内心呢 又极度自贫 这个魏智海 为什么难抓呢 他不是一般犯罪的人 你看他吸黑手浪 他这个人有一定文化 熟读法律文件 还读过毛选 毛总选集 什么什么 马列选集 都读过 平常呢 还好穿个中山装 别两管钢笔 抓他文化人 还经常念叨 孙中山名言 他不是个普通犯罪的人 他组织犯罪团伙 他有铁的规律 就是这些人进来 每个人抢了钱 不准贪污谱话 不准你底下四分 不准随便的去 因为玩旅人的事 就耽误正事 他有他的方规 就是这时候 他已经形成了 具有黑社会性质的 犯罪团伙 而且这魏智海 造了这么多孽 他非常狡猾 居无定所 一半人是逮不着他 找不着他 他就是真碰上一个 说人说话 都不会穿过五分钟 赶紧撤 所以一个如此狡猾的 高智商的罪犯 这警察费挺大劲 当时的警力也有限 在严打的背景下 也没抓着他 后来上面一琢磨不行 这采用新办法 又有什么办法 采用卧体的办法 就是派一个警察 打入到这个流氓团伙内部 让他提供行动 当时派一个叫贺杰的警察 当年他23岁 这贺杰现在是 已经是西安一个区域的 这个公安局长了 当年这事他就立功了 他通过卧底知道 说87年代 六月份这一天 就说这个小黑魏智海 会到西安上德路这一带 给个兄弟报仇 这一幕咱们有的朋友 看过孙霍雷演那个征服 里边不就是吗 你别看孙霍雷身上 他演那个角色有选 但是呢 为了给这个自己家里人报仇 他依然敢潜回到原来这地方 来干这一票 魏智海也如此 但这个信息呢 就被咱们卧底的人得到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不许天落地瓦 魏智海一露面 你还山上这么多条人命 拿下之后 法院审判 快死人 所以 猫 回来 门 回来 idos 行